今年五一假期 海南海鲜餐饮市场持续火爆 各海鲜加工广场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明码标价 保质保量 为游客打造安心放心的消费环境 在海口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 虽然是中午时段 仍有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采买就餐 我还挺喜欢的 反正每次来的时候基本上都到这家来 买了鱼虾黄蟹什么都有 买了不少不少种 比较新鲜 品质也是比较算比较好的 海口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 五一期间每天的客流量可达到7000至8000人 海鲜广场对市场档口的环境卫生 食品安全有常态化的监管流程 同时设置了6块L1地瓶 清楚地标明了海鲜价格上限及消费提醒 我们基本上就会对所有的 所有的营业档口会提醒他们 越吃到过节的时候因为人量比较大 特别重视对客户的服务 都非常新鲜 价格也非常合理 然后又对我们扎了就漏了水 然后算价都非常公平 我们也很感动 觉得现在海南省确实是 哎呀 讲究诚信 我现在是在三亚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 虽然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半 但是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 采购海鲜和用餐的游客依旧络绎不绝 五一期间商家也是准备了品种多样新鲜的水产品 供游客选择满足游客舌尖上的需求 买完后拿去加工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海鲜都很新鲜 价格也挺实惠的 节日期间 三亚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巡查力度 做到每日一查 要求商户严格按照海鲜价格政府指导价 结实公示 做到价格透明海鲜足量 价格公开透明消费留待放心